我們繼續就來看 十五歲的這名少年 他駕駛的這台雙B名車 其實新車的價格 也要兩百萬元上下 而根據了解 這台車是他爸爸的 那還有路人就目擊到 少年是開在中立原化路上 被警方圍捕攔截 不過在這個地方 其實店家鄰里 人車眾多 一個閃失 就可能會釀成大禍 不過好險最終 是沒有人員受傷的 只是最近未成年 無照上路的事件 越來越多 這也讓民眾就開始批評 是不是因為罰則太輕了 讓他們根本不怕 拉下車被警方團團包圍 壓制在地 僅僅閉上雙眼 不發抑鬱 就是這名十五歲少年 開著爸爸的車 先是暢游桃園中立區 再躲到中央地下停車場 與警方上演飛車追逐 銀白色外形 修長輪廓的上方肩線 以及凸顯立體感的中央切線 少年駕駛的這台雙B名車 新車價格入手 也要兩百萬元上下 由此可見 少年家境確實不錯 但也讓人疑惑 父母是不是屬於管教照顧 這個感覺很ㄍㄧㄟ 通氣氛 事發前就有民眾直擊 多部警車在中立 圓化路上 其中一個攔截 微不點就在這 仔細一看 附近電貨淋漓 人口車輛密集 只要一個偏差 衝撞店家貨入口 就有可能導致大禍 我覺得我們臺灣在未成年的行責 上面是背得很輕的 所以他們可能 他們可能覺得 只有還沒成年 然後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可能受到處罰不會很多 如果本安少年 並沒有造成其他人員的傷亡的話 此時本安只有民事糾紛的問題 因此其家長必須負擔 連帶的損害培養責任 是不是罰則太薪 根本不用怕 少年無罩偷開家人的車 事件頻傳 而中立這起少年逃逸過程 自撞公勇停車場良柱 就等市府提告 警方就會受理 而少年觸犯刑責 法定代理人也將共負 損害賠償責任 華新聞桃園綜合報導